哈囉大家好我是Irene 然後你現在在收聽的是極限白日夢 不過呢你還沒有到我們的YouTube的話呢 這一集的採訪我們也會放在YouTube上 然後看YouTube的話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我們的身後 是我們今天的來賓開開她的在深坑的工作室 然後這邊是一個木工的工作室之外呢 還是一個咖啡紅豆的地方 然後現在在我身邊的就是開開本人 然後她是廢墟咖啡的創辦人 然後我們先歡迎開開 講創辦人超怪的 嗨大家好我是洪喜開 叫我開開就好 如果大家有看我們的IG的話就會發現 最近呢Irene已經辦了兩場的分享會 然後還有兩場的展覽 其中一場展覽呢目前也還在展初中 然後她就是在開開的咖啡廳 然後你要不要先講一下自我介紹還有你的咖啡廳 好 剛剛自我介紹過了就叫我開開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就是廢墟有兩家店 對 一家在木炸另外一家也在木炸 對 然後其實兩家很近啦 走路可能20分鐘左右就可以抵達 變人 差不多啊 就是假的 對啊 20多啦 那旁邊有U-bike 對 其實還滿方便的 歡迎大家有空多來文山區走走 文山區就不只是動物園這樣子 還有很棒的咖啡店 對 然後其實我們第一家就是在萬獸橋頭小小的一個鐵皮屋 對它為什麼叫廢墟啊 因為我們租下那個空間的時候它就叫廢墟啊 所以我們那時候亂取名字就直接叫它廢墟了 那本來是一個修車廠 沒有它是修車廠旁邊的一個廢棄的倉庫 它是水電跟木工的救療倉庫這樣 但是我記得你之前也有一間就是店叫小破爛 為什麼都是破破爛爛又跟廢墟一樣 對 就是呢 延續那個很 破爛的精神 炒創 破爛 勤俭持家的精神開店這樣子 不是啊 不是啊 因為我們早期 開幕式欸 就是我在開小破爛其實根本就不會做那些事情 那時候都到處剪東西 我們剪窗框啊 剪人家不要在櫃子啊 然後 因為那時候很喜歡老東西嘛 所以就是破破爛爛的東西就覺得特別吸引人這樣子 所以 所以那個時候 也是之前的朋友就很 開玩笑的說 那你店就叫小破爛 你能不能在剪破爛這樣 然後就真的叫小破爛了 對 搞不好現在有一些聽眾其實去過 這是之前在那個小巨蛋的對面 嗯 然後 有一個超級大的那個熊的頭 用鐵做的那個熊的頭 沒錯 因為我之前也蠻常去的 然後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跟開開認識的原因 因為我之前也有開咖啡廳 然後我也喜歡泡在咖啡罐 你幹嘛笑 為什麼我是那個笑容 沒有就想要季剛啊 你的員工跑來當我的員工 對 我就說什麼 在我這邊學不到東西 你去開開的店好了 到現在還在那個咖啡廳 沒錯 季剛到現在還在 沒錯已經是長老了 長老 對不對 所以就是開開的 現在已經有第三家咖啡廳了嘛 他的每一間都蠻屌的 然後他不喜歡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呢 開開他其實 他剛剛只說 這就很無遜KK 但是他其實真的很酷 就為什麼我要特別採訪他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我有一個很酷的朋友 就是開開在除了開咖啡廳之外呢 他之前的工作 曾經擔任翻譯 然後他也是一個band Stay Cool的主唱加吉他手 Vocal那個自己寫詞 然後自己寫曲 對吧 對 而且你們還去日本 還去日本表演 對 他不好意思講 我都幫他講 我不好意思講 因為我們的團 最近都在休息 都沒有在運作 對他們就是兩片唱片的那個 兩片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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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tify是找到Stay Cool的喔 好馬上找Stay Cool 在聽完這集之後 好馬上把那個時間快省到今天 就是開開他就是一個不安於事的人 可以用這個詞去買 就是他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啊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 他是一個木工的工作室 然後大家都說 他是一個被咖啡廳耽誤的 木工職人 如果你去過他現在 就我們在辦展覽的那個咖啡廳 你就會發現那個 他是全部都是木造的 嗯 然後他有一些很特別的 木頭的平貼 然後還有很多 就是很多很小的小記憶人 你會發現 好像都沒有冰子 什麼用的沒的 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認真的看了一下 用我假室內設計師的眼光 設計師之眼 設計師之眼 去看有沒有對準中線 沒錯 對 反正就他們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是開開自己設計 然後自己製作 花五個月對不對 去做出來的 總工程的時間是五個月 但實際上做木工是三個月 就是我跟我另外一個朋友兩個人 對 我跟阿蹦 然後一起做木工跟鐵工 嗯 如果現在是外國的那種影片 就會說 Shout out to 阿蹦 對 阿蹦你好嗎 錢真的才去泰國玩呢 好像過得不錯咧 這樣 對啊 平民之木工為什麼命運不一樣 我就要在這邊做雪橇 對 沒有啊 我實際上真正的工作是做咖啡 喔 都忘記了 對啊 但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用雪橇 是前 前一個月就被他弄到 都沒有回家這樣 都在搞雪橇 喔 真的假的 不是啊 就 那真的太難了 我真的 當初答應太快了 沒有 對 好 那為什麼要做雪橇這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呢 在極地長征結束之後 然後我就很幻想自己要在台灣辦一個超屌的極地長征的展覽 然後這個展覽裡面要有一個雪橇 然後要有VR的那個 就是 沉浸式的體驗 讓大家就是可以 穿著我的帕卡 就是藍色那件大衣 然後站在那個雪橇上 然後戴著那個VR眼鏡 然後就可以感受 最後最好前面還有一個電風扇這樣吹 然後大家就可以覺得喔 好像自己在就是極地的感覺這樣 就好是可以關在冰箱裡面 但這個可能就是比較不環保一點 對 但重點就是呢 我那時候就問開開說 我是先問說可不可以 我記述的是你的問法 我說 嘿 開開 我可不可以在你的咖啡廳就是辦展覽這樣子 然後你那時候就說 幹 真假的 然後最後我下來就說 喔我想要做雪橇 但我那時候還沒有說是給他做 我怎麼好意思呢 沒有 欸 你那時候是跟我說 喔去參加小狐狸的那個活動 我覺得很棒欸 很多東西他們都 也都給我們這樣子 學衣學鞋 學什麼 學什麼這樣 他說啊好可惜 因為我想要辦這個分享會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能有一個雪橇 那給我多好這樣 欸 可是我跟你說 就是在後來 開始就說 喔好吧那有沒有設計圖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去找了 我之前先做好功課的設計圖 然後傳給他 對 然後那個設計圖很完整欸 就是 它是一個學校 他們上課的一個設計圖 嗯 然後是認真的 認真的那種雪橇 嗯嗯嗯 因為我有想說我要不要折中 折中就是好像有人用那種Ski 然後上面就放一個那種學生的椅子 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那那個感覺就整個摟掉 我就想像 這樣子我的分享會就變成那個 搞笑的分享會 早知道我們應該要那樣做 那個兩秒就做完了 對啊 一開始我也是把它想的太簡單了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好可能真的很難 因為開開就去找了一個BBC還是什麼的 就是英國的影片 然後他就是在講說 就是怎麼做雪橇 嗯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There's no way we can do this 我就說我怎麼可能會做得出來 我一看我就放棄 我立刻有當下放棄 你說什麼 你說啊這個釘子釘一釘 就看起來夠屌了這樣子 沒錯 沒有我先跟你說一下 就是 我其實早期在做咖啡的時候 是不會做木工的 然後是因為 因為2016年我們租下第一家廢墟的時候 那時候就想說 啊這地方那麼破爛 然後要找人家進來施工也要花一筆錢 那不如我們自己 呃 材料設備買一買自己亂做看看吧 所以其實是從那時候開始做木工 2015 2015 2015 10年前 對然後那時候亂做 所以那 就是 基本上我們那時候的心態就是 啊沒關係啊 反正都自己做嘛 做錯拆掉從做就好啦 不要把手切掉就沒事了這樣子 只要不切到手為前提 基本上就是可以 放心玩這樣 對我們一直以來都是用一個 很在玩樂的心態 在做那件事情 對所以 有時候 都做12 13個小時 就是做到晚上9點10點 然後才回家要全身張機器 然後後來做一段時間之後 是越來越有心得 然後就覺得 就開始有點臭屁了這樣子 就跟人家說 欸你圖 你那個設計圖畫得出來 我就做得出來這樣子 就是 對所以那天拿設計圖給我的時候 就覺得不行 畫得出來我就做得出來 沒錯 有一個設計圖 我怎麼可能做不出來這樣子 OK 大家知道了嗎 如果想要拜託開開的話 拿一張設計圖 他就做得出來 沒有 我還有事情沒跟你說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答應你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是一個瘋子 我是一個瘋子 就是 就是 我從我認識你到現在 就是 去看你做的事情 或者是聽你講的故事這樣做 我就覺得 Irene這人就是神經病啊 她就是想要去做 所以你在可憐我嗎 不是 就是你看喔 你又做NGO的東西 然後你又做氣候議題 然後你甚至還去 集圈拉雪橋這樣 都做一些好像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就覺得你這人 對 是個笑欸 然後當一個人 出現在我面前 然後他是笑欸 我就覺得 不行 什麼意思 我要比他更瘋才行 喔 就是有一種 好像被別人挑戰 看你的瘋癲程度 到底有多少 就如果你單看那個木造雪橋的圖片 你就覺得其實木頭沒幾隻 就它其實不是一個用很大量的木頭去做的東西 它是用一隻一隻的條狀的木棍 然後去彎成各種形狀 然後最後再合在一起 然後因為這跟我們 跟我之前做的木工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櫃子 一張桌子 一張椅子 其實都是很平面的東西 就是拿板子 跟誰釘在一起 跟誰黏在一起這樣就好了 但是雪橋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他 他需要做筍頭 對他就要做筍接 然後 什麼是筍頭 筍頭 筍筍的頭嗎 對 筍頭就是 比較早期的木工的工法 因為 在很早以前 沒有發展出電動工具之前 你可能要自己用手去鑽洞 然後也沒有什麼螺絲跟釘子 所以 你會在一塊木頭上面挖一個洞 然後另外一個木頭上面做一個凸 所以那個凸跟那個洞插進去 他就可以把兩個木頭連在一起 這不就是日本職人都會做的那一種嗎 就是沒有螺絲的那一種 對 但你知道我很不喜歡做筍接 因為很難 因為我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然後 然後 通常開店 對 重點是 沒有 因為通常開店我們做的東西就是簡單就好 因為 有的時候其實螺絲鎖也夠緊了 加上 加上擺腳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東西做得很牢固了 對 你不需要真的去做到筍頭 不需要展現出什麼職人的工業 做咖啡的啊 我又不是做木工 那麼認真幹嘛對不對 對 東西長得好看可以用就好了 重點是美感 美感 對我都覺得重點是美感 而不是真的你用了多厲害的技術在裡面 所以筍接不是比較美嗎 筍接確實是比較美 對 但它其實是非常耗費時間跟你 技術的精準度 對 因為如果你那個筍頭插進去 然後很多縫啊什麼的 然後看起來彎彎曲曲 或者是很搖晃 就很掉漆嘛對不對 對 對 所以筍頭其實是要做到非常的精準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曲目 就是你看到雪橇前面那個很像 保險桿的東西 對 然後還有把手 然後還有它前面的兩個 類似軌道連接的東西 等一下這樣子總共一二三四五個 五個要彎的對不對 好像是 再加上最下面那個軌道 就是有下面的軌道跟上面的軌道 跟前面的保險桿跟把手 對 成功五個 是不是笑欸 對 然後筍頭是我不擅長的事情 然後曲目也是我完全沒有做過的東西 那時候我就想說 反正上網找資料嘛 現在我覺得 YouTube 對啊 科技那麼發達 資訊這麼充沛 就上網找找看 而且時間非常有限喔 對 我們那時候可能是三週前吧 我跟你說 欸我們來研究設計圖跟備料大概抓一週 然後呢製作大概抓一週 對對對 然後如果搞雜了我們還有一週 對 因為最後我們最後前一課 結果 欸是因為颱風 颱風也不過一天 是啦 搞到最後一天才把雪橇送過去 這就是我的Style 哈哈哈哈 對總是做雪橇其實很難 那你沒有跟大家講說 所以你最後是怎麼解決那個曲目 怎麼讓它彎的 喔 這是 這是不是商業機密 不是啊 不是啊 其實曲目有兩個方式啦 一個是 請家會員解鎖 哈哈哈哈 現在YouTube都是這樣運作的嗎 我也不知道 一直跟人家收錢 怎麼可以這麼壞 沒有曲目就是 重點是要把木頭彎 彎曲嗎 但是木頭很硬 它超過一個厚度之後 基本上彎不動 而且你真的要彎到那個弧度 它可能就會裂掉 或是斷掉了這樣 嗯 好等一下再吃 總之 就是你要嘛就把木頭丟進去蒸氣箱裡面蒸 可能40分鐘到一個小時 讓它變得軟軟的 然後開始架到字居上面把它折彎 嗯 然後也是放一天 然後它乾燥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你要的那個形狀 好麻煩喔 對那是整支木頭拿去彎的前提 那另外一種方式叫做Cold Band 就是不是加熱的 Cold Band Repeat after me Cold Band跟Steam Band是不一樣的 Cold Band的方式是 我們把木頭切成比較薄的薄片 然後用很多很多的薄片黏在一起 達到你要的厚度之後 也是一樣上字具去夾成你要的形狀 這樣 字具就是大夾子 不是那是夾具 幹嘛我真的沒有在幫忙 字具 字具是你要它變成的那個形狀 你要先做出那個形狀 魔形 對對對類似 類似模 這樣 對但在木工的領域我們都會稱為字具 對 就是呢 我們今天如果要用一個橢圓形 我們就要先剪一個 先切出一個橢圓形的面 對 然後你在沿著那個 那個橢圓形的曲面去凹那個木頭 是的 那個東西就叫字具 對 所以每做一次的彎度就要有一次的字具 除非它們是一樣的 沒錯 所以你總共做了很多個字具對不對 總共做了四個字具 嗯 哇 對 真的 在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以內 欸你真正開始 你真正開始製作只有兩週 對啊 只有兩週 而且我還要烘豆欸 還要烘豆 我就是烘完豆子去夾一下 然後明天再弄個什麼 然後再去整理一下切一下 那是瘋狂了 我就 我就封你為瘋子了 就是接了這個工作之後覺得 喔為什麼要接 為什麼要接 我每天都在問我自己 一樣的問題 然後就還是乖乖去切木頭的 對啊 而且你中間 欸中間是什麼 你還要特地跑 跑到那個什麼新竹那邊去 就是 因為我本來想的非常天真 對 我就覺得啊隨便木頭夾一夾啊 什麼的應該可以吧 但是後來發現 嗯 就是以工作室這邊 現有的板材都太厚了 他其實沒有辦法真的玩 一彎他就會斷掉 嗯 然後後來決定說 不行我還是要找 真正的實木 就是照著 相對傳統的方式去做 嗯 才有辦法 欸我要記得 什麼伐木 喔你說輪伐嗎 啊對輪伐 就是那個 那個樹木 他們是用輪伐的方式 對 什麼是輪伐呢 沒有我先說一下 那個木頭是來自 新竹橫山巷 新竹的山巷 然後是一個 非常有歷史悠久的 制裁所 然後他們是在 一整片山頭自己種樹 然後用很永續的方式 在收成那些木頭 嗯 就他們在收成木頭的同時 他們也在種樹這樣子 對 對 所謂的輪伐 就是把一片山頭分成 假設這一棵樹 成長到15歲 你可以 你可以砍伐 那你就要把那片山頭 分成15個不同的區塊 然後你每年都去種 然後等到15年之後 你的第一區就可以採伐 對 然後第二年 又到了那一區的15年 然後你又可以砍樹這樣子 所以他們是很合理的 永續的伐木 嗯 然後那些樹就是都在 台灣土生土長的樹這樣子 嗯 所以這次的雪橇是 台灣的木頭 Made in 國產財 嗯 做成的雪橇 然後台灣人做了 但這個台灣人還沒有 架過雪橇 我沒有摸過雪 對 還沒有摸過雪 那你覺得這整個過程 最痛苦的時候 是在什麼時候 就是最難的時候 最難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曲目吧 因為曲目是 第一次做曲目 對 是完全沒有經驗 然後很忐忑 因為我不知道這樣拗下去 會不會斷掉 對 會不會斷掉 然後我明天把那個夾子拆掉之後 它會不會彈回來這樣子 哈哈哈哈 因為我這個 我完全沒辦法想像 然後就是教圖超多這樣子 對對對 喔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我們那個 我們一起圖那個的影片這樣 對 對 因為說到底 我也是偶爾有來就是 插幾腳 一定要的吧 就是有來摸摸看 因為那個看看就很好 他就說 等到我摸的差不多 準備的差不多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來試試體驗看看 就是我是過來這邊出一張嘴的份 然後可以順便體驗看看 是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找到我自己的價值 就是也可以幫忙掃掃地啊 幹嘛 哈哈哈 你是一個很容易找到價值的人 對啊 而且還一直喝咖啡 一直喝咖啡 對 每天想說先喝咖啡再做 對 先喝咖啡再做 然後再聊天聊一個小時 然後再開始 欸 要做木工了嗎 這樣 我就是來這邊 我就是拖延戰術 其實可以更早完成的 都是因為我來這邊 就是一直 拉肋這樣 然後就到最後 對啊 然後我覺得那個蠻難的就是 因為它就是有很多 有點像是在拼圖的感覺 但是這個拼圖是3D的 然後再加上 其實我們只能從一個 平面的設計稿去看 我覺得那個蠻有挑戰性的 那後來你也有找到一些 輔助的影片 對 然後去 你是一個一個看那個影片 然後把它寫下來 哪個都在哪裡這樣子 對 因為當初我拿到那個設計圖 是完全拆開來的 就好像你打開一盒模型 但是那盒模型的封面 沒有跟你說 A要在哪裡 對 然後或者是這個雪橇長什麼樣子 對 所以你可能參考了很多 不一樣的圖片 但是我發現其實每一台雪橇 它都有自己的 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它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或是一個樣子 所以你不確定說那個設計圖 是長什麼樣子 而且根據它自己的美感 它也會把它就是 這邊變長 這邊變短 然後什麼 對就是做到一半想說 先把它組合起來看看 我覺得 嗯我覺得這邊好像 短一點比較好看 然後這邊長一點比較好看 然後就開始自己亂弄這樣 所以我們到底能不能 就是去滑那個雪橇 然後試試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做 可以啦 可以啦 我覺得你繩子綁太鬆了 它可能會閃掉 對 講到這個綁繩 就是 那個 在講座的時候 然後開開也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個 所謂綁繩對於這個雪橇 本身是 什麼樣子的作用 我覺得它是 嗯 就是除了 我們剛剛提到的筍接 它把它的 所有的部件都合在一起之外 但其實最重要的結構力 是來自於綁繩 就是我覺得很奇妙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 用木頭去做交通工具 因為我們都一直以來用木頭去做 夾具 它是禁止的 但是交通工具它是會在移動的 對 然後一直被 被拉扯 對搖來搖去 對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看過所有的製作雪橇的影片 他們沒有一個人 嗯 用膠 去把所有的地方黏起來 他們反而是讓它有存在一定的鬆動感 然後讓繩子去 用很大的力量去 去固定每一個零件 我覺得這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開開這樣講 然後我才一直去回想說 因為我是站在我們的Marsha的後面 我是第二個 然後Marsha她的雪橇 其實是她去參加比賽 然後得到冠軍的雪橇 然後就是一個木製的 然後所以我在她後面 都會一直覺得她的雪橇好像快拆掉 因為搖搖晃晃 然後她就是前面跟後面 還會這樣子左右 然後不平行 然後這樣搖搖晃晃 我剛開始做也覺得超怪的 為什麼那雪橇晃來晃去 對 然後 所以我們後來又上網找說 要怎麼綁那個神 但我們真的沒辦法 就是 至少我沒有辦法確保說 我綁的是不是正確的啦 有一些可能是對的 但有一些就是 就是 試試看 對 但不過我覺得 那個綁神這件事情 應該是 你可能溜了一次雪橇之後 你可能是可以 比如說把繩子拆掉 然後重新再綁的 對 因為她 你說她 她是 比如說 這個地方壞掉 她就可以把這邊拆掉 然後去分換這樣子 對 沒錯 就不會是整台都要丟掉的 嗯 因為她沒有上膠嘛 對 早期如果我們上膠 這個東西拆掉 可能木頭就會裂掉了 但那個東西不是雪橇 就是這個東西拆掉了 你把繩子全部剪一剪 那個東西就可以完全分開 那你覺得就是 我們的分享會啊 然後看大家開始爭相的 想要去跟這個雪橇合作之後 這個整個過程的感覺是怎樣 就是 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屁咧 可惡 是嗎 我記得一開始 我不是跟你說 啊我們簡單做就好嘛 就是 看起來有個樣子 然後 她一直說什麼 有那個叮一叮 這樣就很屌了 對啊 然後她那個煞車啊 可以不要煞車嗎 這樣子 反正那個 如果沒有煞車 大家也不會知道 對對對 但後來全部都做了 對 還有煞車還有腳踏的地方 你說 煞車也很有趣 就是煞車很有 就是開開Style 你跟大家講你怎麼做 因為 雪橇發展到後期 其實它沒有很多 很自視化的東西 但那個自視化的東西 就僅限於 在有 狗拉雪橇的地方 才會販售嘛 那如果我們要製作雪橇的話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 訂到那樣子的東西 對 就是 煞車他們叫brake claw claw就是爪子的意思 就是他們底下有很多尖尖的鐵 是可以插到土裡 或者是雪裡 就是當你覺得 車速過快 或是你想要停下來的時候 你就是踩下去 那那個東西就是插下去 土地之後呢 它就會減去 雪地 雪地 對 但我不知道其實那個插到還要插多深 然後如果雪很厚 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整個踩下去 踩到底啊 踩到就是雪法 那個東西都埋住這樣 喔 還能把它卡住啊 總之 我根本就沒有拉過啊 對 所以這一切根本就是都在我的想像之中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看了那個brake claw 長什麼樣子 它就是尖尖的鐵 圓柱體 然後下面是尖的這樣 然後我就是上網找 看看有沒有找到類似的東西 我後來發現人家在玩那個hi-fi音響 的那個 有很貴的箱體 他們要防止 他們放上去播音樂的時候 產生跟其他東西的共振的那個角座 然後他 是不是聽不懂沒關係 好總之呢 他也是長得圓圓的長長 然後底下尖尖的這樣 對 那我副照片呢 對 所以我就直接買來 然後把它當成那個學校的煞車 超酷的 就是果然是音樂人的思維 音樂人加木工的思維 就是開開style 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煞車系統 而且他 他 他真的超屌的 他就是從那個 如果你們有去看那個雪橋 如果還沒去的話呢 再廢墟咖啡 OK 就是那個雪橋 他是先做一個板子 然後這個板子 他也故意把它用成拼貼的 然後非常的稀花 明明就是腳踩的地方 他把它做得很華麗這樣子 然後從前面 然後這樣延伸出來到後面 然後在那個板子下面 然後就有尖尖的地方 所以你踩下去他是可以煞車 他是真的可以煞車 對 對不對 同時又有點可愛這樣 對 同時又有點可愛 就是開開style 而且他真的很用心 就在比如說像我們手綁繩啊 或繩子的地方 那些顏色配色 都是 就是一個美感 就像你們現在看到我們身後這些地方 是不是很有美感 跟一般的工作室很不像 很不像吧 就是為什麼我找他 有美感 又有才能 然後又很消消的這樣子 對 一定要消消 我們隨隨便便 然後最後呢 隨隨便便做啊 然後都是每天都在加班這樣 哈哈 沒錯 要讓大家驚豔這樣 對啊 所以現在那個雪橇呢 就在他的咖啡廳 在政大 胡春店的那個咖啡廳 廢墟 現在還放在店裡面 對 請叫跑錯 對 麻煩大家去看一下 我真的覺得蠻酷的 而且 搭配那個Irene拍的那個影像 還有那個VR的眼鏡 好像就真的在學校上面這樣 喔對 週年慶應該會是在下週 那真的是適逢你們週年慶耶 對 我們店的週年慶 我們都會設計一款明信片 然後 鼓勵大家寫字寄給別人 然後這個油資是 我們自己吸收的 就是你來喝一杯咖啡 你就可以得到這張明信片 你就可以寄到世界各地 不管寄到哪都可以 世界各地都可以 世界各地都可以 那我寄去北歐 我們之前有寄過南非的 就是各種超暴援的國家 然後我們都可以幫你寄 然後我明天就要去北海道 然後就發現 我全部的裝備都留在裡面 那怎麼辦 你去猜一猜啊 沒有啦 一定要留在那邊 大家我可是犧牲 那我自己在北海道 然後就冷的要死 然後也要再去展出給大家看 然後也要再去展出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因為這可能就是 今年最後一次的展覽跟分享會 然後蠻用心的準備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 那个展蛮酷的 除了雪橇之外 还有Irene所有的 就是在基地里面穿的衣服 跟比如说生火 然后熔雪 各式各样的小道具这样 摸摸看那些蛮酷的衣服 Paka是唯一一个 在台湾买不到的一件衣服 因为在台湾不可能穿上 一秒就流汗 我觉得是蛮赞的 然后又有一些照片 影像的这些展览 咖啡也很好喝 甜点超好吃 红姐 甜点是红姐做的就是开开的 好奇 店员也很可爱哦 有个会有用的 会在他们前面的湖游泳 就是老板是风子 店员也是差不多风吧 然后 没有啦 谢谢Irene 给我这个机会 给年轻人机会 做雪橇 还没有耶 好下次再给你其他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